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基本这一集 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 吉卜利饭 说到吉卜利动画出现过的美食 你会想到什么呢? 是牙医上的玻妞热腾腾的火腿泡面 还是神允少女当中 无脸男大口狂嗑的山珍海味 回顾吉卜利动画作品 里面常常会出现大量的食物场景 宫崎骏会很详细的 从料理阶段 一幕幕的描绘到角色做下来 享用美食的过程 观众看完之后 往往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止如此 全世界粉丝都还很喜欢 在现实生活当中 还原这些吉卜利美食 分享在社群网站上 吉卜利美食的魅力到底有多惊人 为什么宫崎骏这么喜欢 在动画里面画食物 而且还画得这么细致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 吉卜利饭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新的一年又即将开始 原子习惯说 天才不是生来的 而是日常教育出来的 芒口狗系列绘本 透过日常故事 引导孩子未来所需要的能力 现在更推出套组绘本 官网独家六八折 从人际关系 生活自理 健康饮食 直到永远玩不腻的寻宝游戏组 还有我们精心挑选的人气精选组 一次打包19本全套组 更是只要6折 输入Podcast77还在9折 现省3800元 全网最划算 农历新年前下单 还送限量芒果狗红包 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题吧 从吉布里工作室第一部 正式作品《天空之人》开始 几乎每一部动画 都会安排有15的画面 有些画面的秒数甚至还很长 以大家最熟悉的神语少女为例 千尋吃下白龙做的 白米饭团内幕 分镜秒数长达了20多秒 但整部动画的分镜 其实平均只有5秒左右而已 而在其他作品当中 有很多类似的状况 多年累积下来 所谓的吉普利美食数量 也非常可观 日本粉丝们还因此发明了 吉普利饭这个专有名词 来统称动画里面出现过的食物 后来吉普利官方也顺应这个趋势 跟粉丝们共同掀起了 还原吉普利饭的风潮 2017到2018年 日本吉普利官方美术馆 就曾经举办吉普利饭特展 用1比1的规格 展示经典的食物场景 几年之后 吉普利工作室又陆续推出 安牙与魔女、龙猫 还有天空之城的食谱书 2021年 台湾也有出版社 发行了吉普利工作室的 各式各样的食物这本书 通证出2014年之前 吉普利动画里面出现过的吉普利饭 2022年 日本爱之县的吉普利公园开幕时 当地有间居酒屋 还曾经推出 吉普利在线饭应援官方 现在你只要去IG搜寻吉普利饭的日文 就会出现5万多则相关的贴文 甚至还有专门还原吉普利饭的账号 而在日本网站 阿里美阿里美上面 网友们也票选出了最想吃的吉普利饭排行榜 首先第三名 是神隐少女里面 千寻爸爸大口吃着要给神明的食物 那虽然爸爸吃了一大堆 吃到都变成猪了 但其实那个有点半透明软软的不明物体 因为认不出来是什么 反而神秘到让人超级想吃 后来有吉普利的动画师证实 那个其实是古代稀有鱼种 枪击鱼的胃带 再来第二名 则是霍尔的移动城堡当中 被荒野女巫下咒变老的苏菲 第一次在霍尔家中做早餐 后来由霍尔接手完成的培根太阳蛋 虽然这套料理听起来蛮普通的 但动画实在把它画得太美味了 再加上那个尖培根的声音滋滋作响 不少网友都表示 好想要跟他们一起吃早餐 好的 至于压轴的第一名 就是天空之城当中 男主角巴鲁与女主角希达 为了躲避空中海盗逃进矿空当中 稍微喘口气之后 吃着巴鲁做的太阳蛋吐司 两人一人一半吃得津津有味 画面超想到相当不行 那当然 除了这三个之外 超受欢迎的吉卜利饭还有很多 吉卜利很会画食物的形象 不只深植人心 他们疗愈的动画风格 也引起了很多人模仿 越来越多日本美食品牌广告 会故意拍得很吉卜利 YouTube上面很多的lofi音乐影片 也会串接各种吉卜利饭的动画场景 陪伴听众度过各种时光 不过说到这里 虽然这些画面很疗愈没有错 但让人疗愈的东西还有很多 像是猫猫狗狗也很疗愈 但为什么宫崎骏偏偏那么喜欢画食物呢 这边我们就要来整理一下 三种最常被提到的原因 首先吉卜利动画的世界观 通常都有很多奇幻元素 而实际存在的食物 刚好就可以作为虚构 跟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 帮助观众进入 理解故事情节 甚至产生强烈的情绪 而且食物也是一种 能够跨越文化的共同语言 让来自不同国家 种族和语系的观众 都能够对剧情产生共鸣 像是我们在前面提到 最受欢迎的前两名吉卜利饭 都有出现荷包蛋 吉卜利的儿子 同样也是动画导演的 宫崎悟朗 又曾经在吉卜利美食展上面解释 荷包蛋是东西方文化里面 都会吃到的食物 不论你来自哪里 几乎都能看得懂 再加上几乎对所有人来说 吃东西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感到放松 甚至会觉得很疗愈的事情 像是品尝工作或读书压力很大 只要喝杯饮料 心情就能够放松很多 这种舒压的感觉 不只是观众会友 对于剧中角色来说 也很有意义 而食物这种特性 也让它在剧情设计上面 变得很好用 比如说 大家看电影的时候 前面的剧情很紧凑 看了可能会觉得很紧张 接着来一些吃饭的画面 就能够让观众的心情和节奏 都比较缓和一些 从剧情的角度来看 以霍尔的移动城堡为例 苏菲被荒野女巫下咒 变成老婆婆之后 也是因为和霍尔 马鲁克一起准备 丰盛的培根煎蛋早餐 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 一阵温馨之后 苏菲这台正式的成为 魔法城堡的一份子 但讲了这么多 我们其实很好奇 宫崎骏每次都可以 把食物化得这么微妙微俏 是不是因为 他平常就是一个吃货 错 答案刚好完全相反 吉普里制片人林沐敏夫 在受访的时候 曾经说过 宫崎骏的饮食习惯 其实非常简单 他说至少就最近25年 宫崎骏几乎每天都吃 妻子准备的便当 菜色也都没有什么变化 而在这些便当之外 宫崎骏还很喜欢吃杯面 甚至常常在工作室里面 煮只有加调味包 青葱 草香菇 还有蛋液煮成的碱衣泡面 给工作室的员工当宵夜吃 而员工们还系成这种泡面 叫做寒酸的盐味泡面 不过这里还是要平反一下 宫崎骏本人还是会吃美食 只不过大概是一年吃一次而已 而通常还是去吃 别人特别邀请的宴会 为了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 他在吃的时候都会超级专心 还会问很多菜肴的问题 尽可能的用力吸收 对于美食的心知 林木敏夫解释 宫崎骏有这样的习惯 是因为怕自己常吃大餐 舌头会因此炖掉 所以靠着久久吃一次 来让自己保持五官的敏锐度 另外林木敏夫还说 很多在动画里面出现过的食物 都是宫崎骏亲手做过的料理 包含了天空之城的煎荷包蛋 地海战绩的洋葱起司三明治 还有龙猫里面的铁盒便当等等 而且身为细节控的宫崎骏 在动画当中 对于食物的处理也非常细致 宫崎骏武朗说过 红猪里面有一幕 飞奥喝柠檬水的画面 为了精准呈现柠檬水 透过玻璃瓶折射出来的光影变化 宫崎骏在这个短短的画面里面 就用了七八种颜色 过程一点也不马虎 节目的最后 也想要聊聊我们制作自己的想法 在看完龙骏骏的饮食习惯之后 我们忍不住想要偷偷吐槽 大师会这样吃饭 根本就只是因为他很节俭而已吧 为了怕舌头炖掉 所以一年只吃一次美食 对于上一个礼拜吃一次美食 结果舌头炖掉 相信一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后者吧 好啦 那不管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研究自己的时候 也发现吉普利动画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几乎只有个性和派的人 才会坐下来一起吃饭 而且他们要透过吃饭这个仪式 才能够真正的与对方建立情谊 虽然故事是虚构了 但这个设定却非常的符合人性 就像我们在约朋友见面的时候 通常都会说要不要吃饭 而不是要不要见面 换句话说 吃饭的意义已经不只是品尝美食 排解压力 同时也具有社交的功能 那以粉丝或观众的角度来说 大家去还原这些美食的过程 我们猜测除了好玩 或许还能够让自己 更贴近喜欢的故事情节跟角色 得到另外一种层次的连结或疗愈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关于吉普利犯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下最终个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吉普利犯的内容 对我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台湾podcast下午心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还有在节目结束之前 有个消息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访谈节目要搬家咯 为了让喜欢访谈的观众 可以更容易的找到想看的内容 以后我们会把podcast访谈节目 集中搬家到一个新的频道去 这个新频道就叫做 强者我朋友志祺77访谈podcast 在这里会看到 我们访谈来自各界的强者 欢迎喜欢访谈节目的你 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 抢先订阅起来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by bwd6